大家好,我是文瑞,现在观察整个中国的局势,观察习近平的状态,我感觉他在整个很多方面都出于一种失控的状态,我总结了六个方面,咱们一起来看一看,首先看中国的房地产,看上海的二手房的交易量,在8月份大概是15000到左右,然后到了9月份的话是17000到左右,到了这个月,我看到国内自媒体人讲到,这个月的20号的话, 成交量还不到8000到,也就是这个月,也就是一万套多一点,金九银十,再加上这个就是认房不认带等很多类似的这个利好的措施出台,但是在中国经济最好的上海,他整个的二手房交易量也在不断的往下走,其实就是出于一种失控状态,你控制不了整个他的这个走向,但是这个和许家印被抓,包括这个碧果园,这个出现违约的情况是有很直接的这个关系的,整个房地产, 他就是在不断的快速的往下走,这个习近平已经是控制不了了,我觉得他这个已经是出于一种失控的状态,以前不有个词叫,这个密不发丧吗,当时是那个状态,但是现在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,就是把这个密字去掉了, 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这个不行,但是习近平还是不说,就是不发丧,出于这样的一个状态,但是一个非常尴尬的这样一个局面,那么往下走的话,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房地产的成就量,成交量会越来越少,那么这个时候,如果说习近平就开放这个价格,就整个房地产,你可以随便降价,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呢,可能成交量也不会特别乐观,大家就会更加进入到那种观望的状态,整个,总之吧,整个楼市呢,就出于一个, 基本上出于垮塌的状态了,然后这是第一方面,第二方面就是股票市场,这两天大家就看到了,上海的上证指数,跌破了这个三千点,这里面其实我必须要强调说明一点什么,就这个时间点,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,跌破三千点,它就有特殊的一个作用,什么作用,就是说习近平他刚开完这个一带一路的会,在这个时间点,习近平他是需要什么呢,就是说,不管怎么弄吧,他通过他各种各样的资源,营造出 特别美好的这样的一个状况,我们这个,所谓的万国来潮,我们这边欣欣向荣,他这习近平一定想要这么做的,所以说,只要他有能力,他要能控制住,他一定会让这个股市,起码别跌破三千点,但是呢,这个事情还是发生了,等于说是,在全世界人面前,给习近平了一个响亮的耳光,就是说,你这个所谓的什么,一带一路,所以你想搞的这个,万国来潮,他只不过就是一个笑话,你连股市都搞不明白,你还搞什么呀,对不对,给人就是这样一种, 感觉,就说明什么呢,在股市这一块,他也控制不住了,失控吧,这个事情,那么,咱们再往下走,就是地方财政的一点,地方财政,我还想说一个长春,这个就是说,警察给汽车贴罚单,这个事情,你看他整个那个状况,就是说,我也说过,他就是,像一种,怎么说,像这个土匪抢劫的那种感觉,你知道吗,他整个那状态,就是让人感觉到这些警察呀,就是地方政府有点歇斯底里了,对吧,就是,无所不用其极了,就是没有任何顾忌了, 就是乱买了,就这种感觉,他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失控的状态,你说习近平他能不知道吗,他大概他也是知道,但他也没有办法,他只能放任这种状态,就是任由他们去,为什么呢,人家就一句话呀,对吧,你要不让人家做,人家就一句话,那你给钱呢,习近平你给钱,对不对,这两年,你总共产生不动,你瞎折腾,把钱都折腾没了,你给钱,是吧, 那习近平也没有钱呢,转移支付现在也慢慢不灵了,他没有钱,他只能是任由地方政府这样的这个胡作非为,只能是这样,就地方财政的枯竭,导致地方一点点出现紊乱,出于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,这是第三方面,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,在这个,习近平的这个人事安排方面,就是,怎么说,你像秦刚这个事,他虽然是下去了,就是这个外交部长, 但是他的这个国务委员,这个中央委员这个职位怎么弄,还没有一个结论,是吧,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,包括这个李尚福,对不对,到底是,下面下去,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,对吧,那谁来接任,也不清楚,是不是,包括这个李强,现在也是什么呢,习近平几次,对吧,就是,对他非常明显的这种冷落,李强现在也就是得过且过,过一天,过一天,算一天,对吧,基本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,整体习近平的人事安排吧,也出现了非常大的这种混乱, 混乱,你说他失控也可以,对吧,你就这样的话,在中国目前最艰难的情况之下,你就是特别是需要很多人,把这个事情好好管理的情况之下,习近平你看这人事安排,一塌糊涂,对不对,然后呢,第五点就是这个外资的这个情况,刚才联系到刚才股市这个跌破3000点这个情况,它其实联系在一起了,就是外资在各个方面大规模撤,这也是你习近平没有办法控制的,对吧,楼市,股市,债市,对吧,汇市,那资金,大量, 在往处走,可能速度会越来越快,习近平也是没有办法,你无论如何想什么办法,大家想走,对不对,你还能怎么样,是吧,顶多你中间采取一些什么非常龌龊的这个手段,严火人家走,但是大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,一去不回头,这是这个在外资方面,然后,还有一点就是,我想说就是习近平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,精神状态,似乎也出于一种这个失控的状态吧, 比如说前段时间出现什么,习近平有贵族气质,然后又出现什么,这个就是说,这个北京正在成为这个就是全球的思想首都啊,就你看这个,他这个想法可能出了什么问题,再比如说这个习近平思想,就进入这个高等数学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等等,你就观察这些事情吧,就习近平他好像现在,这个 心里面这个状态不太正常,他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对不对,然后呢,就是最近发生这个事,习近平就把这个普京请到了这个北京,那这算什么,怎么回事啊,是不是,你这个整体上,你就是好像无所顾忌了,对吧,破罐子破摔了,就这样了,就是心态出现了问题,他心态也这个失控了,对吧,就像我讲的,就把所有的这个烫手的山鱼都拿过来穿一串,穿一串,挂在脖子上,把那些记骨穿, 全都插在自己脑子上,然后再穿上他那身黄队新装,我就这样了,就是我给大家这么看了,所以说整体上,你看我,总结这几点啊,楼市,股市,然后地方政府的债务,包括这个国政的人事安排,包括外资,包括习近平他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,等等这些方面,他就是处在一种不正常,紊乱,混乱,失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,而且这一切吧,就是习近平现在加速也好,就是没有, 任何的制约力量,他就是按照自己的这个心思,满地打股,怎么高兴,他怎么舒服,他怎么来,那你说这个国家还能好吗,怎么说呢,就是习近平啊,他怎么,大家都说,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权力啊,权力这个如日中天,他确实是现在权力很大,啊,什么这个党政军的这个一把手啊,包括很多像国务院很多事情,李强,他现在也只是一个摆设了,等等,他权力非常大,但是呢,大家仔细去想想,他这个权力啊,其实,简单讲,说本质,他其实, 就有一个权力,什么权力呢,就是这个人事任免权,对吧,他可以让谁,他一不高兴,让你就下去,明天再让你上来,对不对,不论是在党务这个系统,政府,还有这个军队,他都可以这么做,对不对,他随便,对吧,但是,事实上,你除了这个人事任免权以外,好像,很多事情,你也解决不了啊,对不对,你能任免的那些人,很多也都是一些这个草包饭头, 那但是,问题是什么呢,现在这个就是说,很多事情,困难需要解决,这里面需要的不是权力,是需要能力,你自己有能力,或者说,你任免的那个人,有能力,但是这一点呢,习近平现在的这个差距是特别特别大, 他只能是在权术上玩弄这些东西,然后呢,让下面的人听命于他,但是,真正解决问题的时候,他发现,难度太大了,问题太大了,对吧,而且呢,难度太大,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,能力不行,他总想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,他总是采取一些错误的这个方式,那么就整,是整个这些事态啊,就越来越严重,就是他现在心理状态就是什么,他不做什么吧,这些危机呢,也在不断的爆发, 不断的越来越深化,他这时候就得做,做的时候他又没有能力,没有能力的话,就会使整个这个情况啊,不仅不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,还会朝着这个负面的方向,更加快速的发展,这时候他就兴趣更急,就反复的不断进行这样,这样的这种循环,使这个局势啊,就越来越恶化,那么等待最后呢,就是一种这个,全面的这个崩溃吧,这种崩溃呢,就是阶段性的,对吧,然后呢,像温水煮青蛙一样,最后呢,大家一起倒霉,整体上啊, 就这个就是我今天呢,想和大家这个简单沟通的内容啊,今天就聊这么多啊,这集聊这么多,咱们下次节目再见,谢谢大家